太阳已经下散了 这个时候 这一集就教大家直播 在这个时候直播开什么玩笑 白平还在做一次 直播所需的 一个手机 拆电脑 然后还需要的是 一个线 接触相机去电脑 好的 飞起来 应该可以充电了 我先首先把手机开起来 找到我的3G信号 然后分享我的个人叫什么 Personal Hotsbox 是不是Personal Hotsbox 4G 现在这边有4G 速度应该可以吧 4G 电脑开起来 哎呀 电脑开起来 然后我要接去我的Personal Hotsbox 要把我的联网 个人热点 个人热点 先建立个个人热点 好 连接 连接上了 个人热点 密码是12345678 反正我这边只是在用 连接上来以后 好 连接我的YouTube Go Live 连接我的相机 当然你可以说用我的电脑的 这个 CAMERA去Go Live 但是 前置摄像头未必会太好 我就直接用这个Go Live 试试看 USB OK Start Streaming Yes 然后 Create Title Zoom Q2N Public Public吧 给你们大家看一下 More Option 然后这边 Face Can Camera 诶 怎么还没连接啊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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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Go Live Y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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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可以Go Live 可能你们会看到 有点慢了 开始 这个应该就Go Live 看一下 You are live I'm live 现在我在Live了 你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 这样就可以Go Live了 然后这个 就 很简单 应该我在测试我的麦 麦封可能小声了一点 我试一下 用些大声 Test 1,2,1,2 Test 1,2 这个就太大声了 但是风声可能会很大 所以这个基本上在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个基本上在用的时候 就可以Go Live 我不知道信号如何 你看到这个就是用着4G 建立一个个人热点 然后这边用YouTube 这样子Go Live 然后Go 诶 居然有个人 叫什么 王什么在看我 Hello 这是我第一次直播 但是我是在测试这个相机 跟麦克风 我不知道声音如何 没想到还会有人在看我直播 但是这个直播 我就直播完就放在那边 现在在 日落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人呢 要给你看一下周围吧 基本上 这个是 佳能的第三 小钢炮 我这个测试当中居然都有人看直播 你们不用睡觉了 以后我会不会直播 暂时 直播有点不太好意思 但是我在测试 这声音 我不知道怎么样 因为现在我听不到我的声音 但是有个 有个耳机 好像我有个耳机 如果有耳机的话 就可以听到自己的直播 的声音 看一下 我有个苹果耳机 刚好有个苹果耳机 所以这个时候接去这边 声音好像还不错 有点大声 我把它调小声一点 Test 1212 Test 1212 所以这个时候就听了 哇 真的有人在看 是不是在美国人 声音还行 是啊 这麦克风的声音是蛮 蛮特别的一个声音嘛 因为 它的声音无论从左边 无论从右边 它是一个很环境的声音 而且 蛮仔细的声音 给你听一下快门声 基本上就现场声音让人 连对焦声音都可以听得到 风声当然是有点大 因为这个是完全没有风噪 没有任何风噪可言 但是在那边我录着视频 以后会告诉大家怎么会 哇 这个风噪真的是很大 因为这个是完全没有风噪的声音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室外的麦克风 如果要把它室外来去使用 那的话我要想办法做一个风噪 封给它 但整体来讲 这个 音质从稳定性 从 画质 让我觉得是物有所值的 蛮有意思的一个 东西 可能 在这价位 我还没看到另外一个产品 可以做到 音质有那么好的一个声音 无论 无论在任何地方 就它存在携带性 无论去任何个地方 只要有WiFi 或者有4G 5G就不知道有没有了 就可以有个现场的直播 YouTube是其中一个 但是YouTube的直播 有点的不是太好 好像只能720 但是有另外一个 哇 音照可以看到 当风很大的时候 音照就的确是很大声 好这个录制就到这边吧 我先把它停下来 下次有节目再见 我先跟这边 拜拜 美国你们应该上班了吧 下次见 好 所以你看的话 我在直播当中 基本上刚才你们看的那一个就是我所直播的一个频道 风噪的确是很大 但是当你直播的时候它可以用USB同时充电 可以同时看着它 而且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直播所带来的东西 不要掉下去 所以基本上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有直播就可以有耳机 有蛮不错的麦克风 如果是室内的话当然更好 如果室外的话的确是要找个风噪把它解决 因为风噪的确很大 它可以充电一个USB过来 然后这边接网络 如果你有WIFI的话 你完全可以不用手机 这样子你就可以开直播 音质的确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不单单可以录制声音 也可以成为一个直播其中一个蛮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当以后我会不会开 刚才居然有个人来看我 是美国 美国那时候应该是早上 我不知道是早上还是早上 所以当从声音 从环境声音 这个的确是开直播的一个利器 这是其中我想 当然你要下载它的软件 就是它直播的时候 你要去它官网去下载它的软件 好像是webcam driver 无论是PC还是mine 下载后才能够通过USB 传接成为你的webcam 跟你的声音 不然的话你只能 当然你也可以当只是当你的麦克风使用 就比如说 所以这个的功能它是满齐全的 虽然它不是一个相机 但是它可以当外置麦克风 外置小声卡 外置的显示器 不能显示器 可以外置的耳机 就基本上 让我觉得它卖的不只是一个相机 它的音质 它的直播 或者是它的器材 在一个音乐者来讲 的确是一个其中 蛮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这个时候如果开直播 就可以用它弹着你的吉他 或者是打着你的鼓 特别是打鼓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音质真的是不错 你们想知道它的音质 它的细节 你可以看我上一集 关于它不同场合录制的声音 蛮impressed的 就是我个人蛮喜欢它的音质 可能在这个体积上 这个相机这个音质 可能我觉得是现在我听过最好的 不是外置录音 比如说外置只是录音 但是它可以又有视频 又可以开直播 画质可能未必能够跟 Gopro相比 或者是DJI相比 但是音质 绝对可以秒掉 现在世界上 不是 现在市面上 不能太大 市面上 基本上这个体积的相机 绝对可以秒掉 但是这是很旧的一个产品 我不知道会不会出新 我最想的就是它 能够把 DJI还是Gopro 它们能够把它们技术结合成 这一个在套上 就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这整个体积 就简直就是一个VLOG的神器啊 可以看到 就是VLOG的神器 如果这个能变成一个VLOG 哇 这真的是 My dream has come true 音质 相机 画质 再加上闪电 不知道谁能赶快做出一个这个VLOG 这个拍摄VLOG就可以放在 偷袋 上厕所 大便小便 都不是问题了 太阳下山了 下次有觉再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